其实近几年对于日本漫画总有难免的怪异感 先是各种让人敬爱的作者 相继去世让人哀悼 又有剑山创啊 近击的巨鹰 大吃老式的梅魂的硬整 剩一半的五条物 田村雄街的恶狼传说 现在看见什么翻什么漫画 我已经不求你飞的多高了 你平稳落地就行了 结果一个个跟科比式的成奈衰王了 就近些年给我看到最开心的玩意 居然是碧蓝之海的小鸟喝水 不由得回想起来 小时候抱着怕被老师收走 又撕成好几份的海贼王核定本 那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日子 而本人作为玩过 剑与远征刀打传奇 魔镜物语自在西游 龙珠桃红寻刀大千等一系列狗屎的 究极品诗美食家 在我抱着去会员的餐厅的想法 准备冲着手中再抱着 爸爸大块朵頤的时候 玩到了这样一款游戏 我这你马是黄金大便兽啊 也就是航海王梦想指针就很离谱的一点 其他同类型的游戏呢 就是能省则省 突出一个能力越小责任越小 能用抠图 绝不用AI 能用AI 绝不用手绘的环境 这不给你用AI呼几个角色出来 那就不错了 但是这玩意不同 就是但凡有一点点机会 他要给你放一段动画制作 明明大伙都是属于那种传统的 放这些大伙都是一个窝里孵出来的 机 结果你这机不去下蛋 开始搞起来唱跳RAF篮球的流量了 内卷之王 他就非要做一堆质量不错的动画 来跟同行卷出来差距 不是卷出来天壤之别 自己卷成天壤 别人是之别 突出一个有钱烧着玩 肉眼可见的成语 燃烧的制作经费 剧情满满的动画制作 角色登场角色技能也精致 而表现力极强 储力啊 满满的储力啊 就毫不花张的说 与其在玩游戏更像是在看啊 3D版重制的海贼王 锁龙和鹰眼战斗的那一段 更是完美还原 一下子二十的回忆就回来了 那时候的海贼王 竟是满满的热血 寻找不同伙伴时的感动 打科洛克拿尔时候的觉悟 打雷神时候的绝望感 热血中不法感动 有着相聚也有着离别 绝望中又有着制斗的翻盘 什么用血凝固 沙子什么橡胶不倒垫呀 他真不倒垫吗 不是尼卡果是吗 我雷神躺在棺材板里 好好的他改设定的 伟田呢 伟田呢 出来就一件啊 这也就是仅仅的个人像 为什么海贼王后期 我没有继续追下去的原因 就逐渐没有了制斗 变成了不断的一档二档霸王色 还有尼卡形态的战力膨胀 何之国篇更是没有了 原先的那种感动的感觉 再看一遍这些过去了 看了好几遍的剧情 也是莫名的感动 玩起来确实没有什么压力 开局百抽 与各种福利活动 科洛克拉尔 新世界路飞这种T0角色 那也几乎是不用花费什么功夫 不过还是那个老问题 你要是想啊 零颗干报重颗玩家 那这个游戏不太适合 有点类似蹦铁那种 正常一个角色一星就好 平民玩家没有必要磕那么多命 升星了 说实话 个人感觉也得不到多大的提升 休闲养鱼就差不多了 所以比起来竞技 这个游戏更像是情怀的集合体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海贼王 就一定能感觉到 他动画制作的用心 如果你是想要养鱼 开局人权角色 干几天也能拿完 这也不存在 不是二命不能玩的情况 个人感觉是个情怀超出预期 期待值拉满的东西 但是玩法体验上 那只能说是及格还算不错的一个普通的游戏 玩也是冲着动画的制作去玩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请务必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玩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